拜登上任之后呢 这是他的第一次亚洲行 就在明天520 520也是我们的大日子 对不对 蔡英文就任六周年 所以拜登的首次到亚洲来 会不会给坚弱磐石的小鹰 一个惊喜呢 会不会 他这次很特别 不是先去日本再去韩国 先去韩国再到日本 当然了会安排得很周到 到日本他会宣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其中呢就看到了 哇 九民共和党的众议员怎样 写个联名信哦 说什么 嘿 拜登老大 你既然亚洲都跑了嘛 台湾也不远 你要不要来一下台湾 所以我们就突然想到 今年以来 所有的美国政治人物来 都是突袭式访问 有没有 蹦了一下就在松山机场 蹦了一下就出现 大家都愣一下 然后马上就离开了 所以拜登会这样吗 520的那几天 这个蔡英文正在沉浸 这个元宇宙的六周年的 庆典当中 蹦了一下 这个拜登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的松山 对不起啊 这个开个玩笑 拜登出现的时候 要撒花你知道 出现在台湾机场的时候 是这个概念吗 会不会呢 九民共和党的议员 建议他考虑加访台湾 这个东西有法院 2013年3月 生效的台湾旅行法 已经明定嘛 美国政策是鼓励的 台美的高层可以互访 所以会有那个我们常见到的 突袭式访台吗 注意咯 过去突袭访台的都是卸任的高官 对不对 卸任的 光是那个裴洛西 人家还不算是这个国务院的 人家是这个民选的 都已经搞到灰头土脸 后来用确诊的理由就不来了 好了以后也没来啊 所以拜登耶 美国总统耶 全世界最有权利的男人耶 而且台湾呢 目前在美国的定义当中 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嘛 那拜登如果来的话会怎样 地动山摇吗 介大使 对啊 他如果来的话 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 真的是大地震吧 我想真的是 那我先问你 你觉得几率是怎样 这跟核战一样 几率大于零吗 还是等于零 我很少说百分之百不可行 如果他哪一天 他飞机故障突然怎么样 破脚 破到台湾 以前发生过 对啊 我记得 以前美国的大黄蜂号 那个战斗机 就曾经迫降在台湾 那就是人道嘛 对不对 他是用一个人道的那个 人道理由 就迫降到台湾 那 或者是说 我假设一个状况 假设这个空军一号上面 有人突然肚子痛 茫长眼 对 必须要降落在台湾 接受医疗照顾 所以那上面再有 美国总统 那这个飞航器就等于是 美国国土嘛 美国国土 他要有一个 然后蔡英文上飞机 对 这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对的 有可能 那就是说这种意外事件 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话 他就不负责任 要不然要他负责任的话 或者引发两岸的这个冲突的话 那我想他就会考量了 那不过他要想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觉得这个几率 不是等于零 不会 没有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 不可能的事 对啦 因为大家都说 俄乌战争不会打 不是也打了吗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不是等于零 而且他拜登 最近人家常常觉得 他的那个精神状况 也不是很正常 对啊 因为他一直很想乌克兰 木楼拉住他 不要去 不要去 对不对 那说不定他很想来台湾 对不对 说不定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蔡英文呢 就可以有个大大的惊喜 当然啦 我还是要问 因为街大使对于国际局势 最了解 对于美国也很了解 你觉得不管拜登想不想来 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红线还是会守得牢牢的吗 假设有那么一个 大雨林的状况出来的话 是不是真的就是两岸要开打了 我想大概基本上两岸就 就真的是兵临战争的边缘了 不过不会立刻发生了 不过我想就变成 不会立刻发生 对 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已经就不只是踩红线了 这个就是跳到红线里面去了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 其实大陆现在有很多 棘手的问题要处理 对 台湾问题不要去插队 你一插队 你变成它第一个 要处理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我们全部 台湾2300万问题 那2300万人就要面临 这个极严重的战争威胁 那如果照目前的情况之下 并没有那个立即要发生 可是如果美国在中间 玩那么一个轨迹 或者说一个触战 或者故意刺激的话 那两岸问题立刻提升 中国大陆的话 可能这个两岸问题 能提升到很前面 因为这几名议员 写了这封信 所以触发了大家很多想象 当然是拜登本人来 我觉得那可能性 确实是很低了 但是有很多状况 像我刚刚讲的 突发事件 对不对 人道救援 或者是说 等拜登到日本韩国之后 他的某个官员 就绕绕绕绕到台湾来 是不是也有可能 因为过去来的都是现任的 如果来一个现任的 也可以让大家嗨半天 不是吗 对啊 你看那个九名 都是共和党议员 那拜登是民主党 我想共和党就是 就是冲康 冲康害拜登 把他调到一个 非常让他 面临他自己政治生涯危机的 一个局里面去 他就故意在戳拜登 你对台湾兼若凡事 那有本事你去 对 就考验他 然后刺激他 其实是冲康给他跳 冲康给他跳 对 好 那当然这个拜登来 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他要推他这个 印太经济架构 简称是IPEF 那根据了解 韩国非常非常的积极 这个新总统上任之后 就不断地强调 会推斗南韩加入 所以我们看到 拜登20号去 那21号 尹熙岳跟拜登 就在首尔召开 美韩的元首峰会 到时候 现场就会以会员 因为南韩是个国家 就会以会员的资格 出席24号 所举行的领导人视讯峰会 然后根据了解 因为日本是第二个去的 日本这次有点没面子 本来日本都是你知道 亚洲很有实力的 拜登你应该先来 为什么第二来呢 但是拜登应该会在 跟岸田文雄会面的时候 宣布启动 这等于是很重视日本的概念 给日本一个面子 宣布启动他的这个IPEF 所以当然这个日本媒体 就报道 这是其实就是 对抗中国所主导的RCEP 就是嘛 那我再次请问一下 这个介大使 就是说这个呢 它表面上叫做 印太经济架构 但是大家看里面 很多里面感觉像是台湾的强项 对不对 什么半导体 晶圆电子零件等等 那经济的项目很多 但它好像锁定了特定的项目 但是说来说去 再看细节 细节也都没有出来 所以感觉像是空的 虽然有台湾的高层 不具名的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讲了一大堆跟经济有关的 但是经济的细节没有出来 大家就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 你怎么看 它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框架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政治的框架呢 政治比较大 那经济也有一些实质的内容 不过它要达成它的经济目标 基本上只能找韩国跟日本 其他国家没有那个条件 为什么 因为它要切断这个外界 尤其这个印太地区 在跟中国大陆这个技术的交流 这个科技的交流 跟市场的这种结合 它把它切开 那说实话 今天就是说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在印太 也只有日本跟韩国 有比中国大陆高一些 中国大陆所或缺的可能一些技术 并不是全面性的 那你要切的话 你当然 你要让中国切断某些 从外部流进来的技术 那只好找日本韩国 你要去找东协的话 东协没有比中国大陆 更高的科技 尤其在这个商业上面 运用的科技 日本韩国有 那可是这个部分又会牵涉到什么 市场的区隔 那这个就是逼着日本跟韩国 将来对于有些跟大陆在这个 商品的交换中 这个里面的技术 它要日本跟韩国把它 把中国大陆排除在位 可是你没有技术的话 你的市场也被区隔 也就没有断了 所以我是认为尹锡悦 他事实上可能 他的评估太乐观了 他这样做下去了 可能韩国像三宋 还有一些韩国的 尤其是电子 通信业者 可能会丧失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且他们在大陆都有设厂 都有设厂 而且比重非常的重 中国大陆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美国这样做的话 如果韩国充分配合的话 那中国大陆要做 某种程度的报复 那是韩国受伤比较重 而不是中国大陆受伤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日本基本上已经 事实上我想他们已经很多保留了 尤其他们的产业界 并不赞成他们政府做这些事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美国推动了新的 IPF 印太经济架构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 在孤立中国大陆吗 就是市场 就是那个科技 在科技的这一块孤立中国大陆 它不让他美国不想流入 中国大陆的科技 透过日本或者韩国 把这些科技流入到中国大陆 那问题就在于我们台湾 能不能加入 那很有趣 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内容 3月31号路透社就说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都告诉大家 美方现阶段没有考虑把台湾加入 那时候是3月31号 而乌战争还没有开打 开打之后就不太一样 这个戴琪 戴琪也说还没有就成员资格做出决议 戴琪的口风也很紧 记者问他他不愿意做出承诺 也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到了4月28号的时候 布林肯怎么说呢 布林肯讲的这个话很有玄机 跟陈时中很像 印太经济架架构有包容性 没有要把任何人排除在外 包括台湾 他没有讲什么任何国家 任何人排除在外 包括台湾 那这句话就很有戏了 没有要排除台湾 那就是台湾也可以进来 所以台湾当然他们都是用 会员的资格 会员国资格 不过这个应该不构成障碍了 我们台湾过去加入的时候 其实也有些别的名称 对 我们在WTO 在APAC都没有所谓资格的问题 你只要用这个 WTO的个别关税领域的这个身份 用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这个名称 已经有前面有好多例子 所以戴琪的讲法 我觉得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那我觉得事实上的话 从政治考量的话 布林肯是希望台湾也加入 可是就实质的对美国这个 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能够奏成多少加分效果 我是觉得比较 我是比较打折扣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